歡迎收看隔夜非線財經 在這個環節內我們會用堅制採訪APP 看看我們在看不到的位置 或是在不為神的連贏位置或不尋常的獨贏位置 買了大票的我們可以作為參考 未說之前記得還未訂閱這個頻道朋友 右下角會看到四星龍珠 按下去就可以看到這些股額飛 開啟鈴鐺有新影片才可以告訴大家送相 當然你也可以下載堅制採訪APP 一起和我排序 看看哪些碼曾經有股額飛跌錢大票 馬上帶大家看看頭場的賽事 看到有謙謙君子比較多 獨贏買了六萬六元 謙謙君子如果大家記得 早兩日星期一時做馬迷早神 其實也有排序給大家 是一些機會馬 因為這隻馬只是跑近過 沒有贏過 這次加了眼罩好像很大信心 看看雷健威在大賽前是否真的在谷草都已經開始動手 這支馬未交代是實薄的 而亦都是一些正常排序 有機會的馬 所以都是屬於可以順賴的 至於另外一匹 剛才跟大家說了 還有另外一匹 就是這個9秒9 亦都是我四選之一 擺放在第二選 有人買連贏未知Q 所以這兩隻 我猜都是屬於中軸 甚麼意思呢 即是它屬於圍繞這場的核心 你可以薄冷 但四和七都兼顧便會好 當然林祥看運數據更好 人家9秒9都不是很大信心 都購買WinPay 但方家帕後面有獨角獸 連回薄殺的 可能買了5,26、5,25 都有人這樣做 所以它多飛亦都是正常的 作為頭關 去到第二場 看到只有線路精英 亦都是我說的 鬼上身 不過抽12檔 都夠膽買3萬1元為止 算是如此 另外就是 又在其成無敵精英 又在其成在我四選至五選之間 無敵精英 上次比較失望一點 不知是否體力回落的問題 有人買一條 維持Q 不算有甚麼指標性 賣1萬1元 都是一些勵飛 所以不用太過著意 至於第三場 反而比較多飛 王者驕傲和極速騎兵 這場比較混亂 感覺上 國無把握 爆冷不出奇 所以你會見到 年齡維持Q 有人選擇極速騎兵 王者驕傲這些 偏冷的馬去選擇 另外就是獨贏位置 又好像剛才的謙謙君子 都是跟另外一隻 9秒9 有各自購買Win Play 例如極速騎兵 有2萬1元位置 1萬2元Win 這樣不算多 獨贏來講 博了很多次的韜靈勇士 其實潘頓次次都很努力 我也是有看片的 不過 這隻馬始終都是差一步 有時想博抽不到好檔位 這次我自己就覺得 他都是屬於機會一般的馬 所以你見到他的例飛 都是一般 1萬多元 不算很多 比較在意就是 王者驕傲和極速騎兵 而翻查這兩隻馬的跑法 王者驕傲就放在中間 極速騎兵 艾蕭麗那一隻 都是屬於前置 因為他千二都試過擺前走 有這樣的速度 要放也不是甚麼難事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到 買一個人 其實他是預期這場步速慢 我唯一覺得比較有少少上風的 就是這隻超勁步步 始終贏過 平分又低過贏馬 要贏都不是很出奇 反而沒甚麼人留意 都是屬於前置馬 到時臨場看看 上次是否真的夾得那麼厲害 講完這裏後 我們先去廣告 回來 讓我喝杯咖啡 回來再講第四場 騎士要請賽的頭關 康公也不錯 很季初我記得他貼過咖啡飯 雖然那次馬沒有贏 但都持續入位 算是一些有賠率得來 都算是準的馬力 當然 到現在 赤家啡飯 對著谷槽這些對手 未開齋來計算 你買連續位置 其實都值得 畢竟都沒有跑過這個路程 所以 以前一場季初 這麼快步速都能捱到 因為只有一隻滾滾的友臣 在外面追過他 其實這場步速是偏快的 45秒8 如果你看看後面 三班千二 他跟那個時間差不多 但別人美麗海後都放斷 雅典武士又放斷 雅典武士跟美麗海後 上次才贏了 即是說這四班千二是放超快的 放超快輸是正常的 但不要輸那麼遠 他亦都做到 所以 嘉啡飯是有能力的 至於為何你問我 跑完一次又不行 其實是坐跑法 他不應該放頭的 十二檔只是不能選擇 你又不要怪何仔 應該要手搏洩的位置去放頭 你選擇吧 十二檔三碟還是放頭 薄薄都是放頭的 精英至尊是外面追上去 那天亦都不太利放 今晚來不利放呢 我不知道 不過這隻馬三檔 很容易便可守到博士位 五二馬坤的騎工 略比何仔二檔少少 騎下去很容易便可出頭 這些馬如果有三部 都不用魚過了 在三部選擇都可以接受 所以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這隻嘉啡飯 用來做膽 拖回魚龍和華麗活力 你可以看看華麗活力 這隻馬我沒有貼的 即是阿姆真鵬 因為一些後上馬 一錯步速或拿錯位 它真的可以完全追不到 這場國際騎士要清賽 經常都慢步速 就小心點 有機會追不到進來 當然易當在內鑽也可 但外地騎士通常都會拿位 希望自己有機會發揮所長 另外除了華麗活力之外 還可以看到它拖另一隻 剛才在大飛上看到的就是華麗活力 華麗活力這隻馬 不是華麗活力 說錯了 快魚龍12號那一匹 快魚龍這隻馬 你看到它有些飛 就算是穿田將額 雖然是上次輸給運來勇士 真是厲害 如果你問我後上馬 其實我有點麻煩 因為一千的後上馬真的很難贏 但你見到連馬斯尼超星 改了配備 將它戴上眼罩 又除了面箍 改了眼罩 再加上檔位上轉好 這次它或許不會留到最後 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它試了閘 它刻意放中間 你就知道 戴了眼罩的這匹馬 其實前速也未至於這麼不濟 尤其是當撞到萬步速的話 這隻上次輸過短頭 贏的是它不出奇 當然我會選擇擺前走 譬如精尿星 甚至乎領方的領才 我會覺得好一點 你說穿田將雅 騎士快魚龍行不行 我會告訴你 它不是沒有機會 只是它的後上 令它好像很難追上來 這次你要試都可以 它都操作 即是出完賽 操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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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個多月 再跑 體力上進步上 它都是好處 大家可以拿紫色在肩仔 記錄下 臨場就看看運數據 包含無所謂 你三寶都不會選一隻 所以這隻馬都可以 看別人這樣買 雖然駐馬不多 但這個人買 都圍繞著一些實力馬去做 亦都估計後上和前置各有優勢 至於第五場 明顯是一場亂局 天外飛天上次 跑得很好 今次有人再買位置 記住是位置 不是win 而反而 封忙勁路這隻馬 就要有人買三萬分winplay 這隻真的要留意 為甚麼呢 因為你看到順家漢獨贏 其實同場太多馬贏過了 天外飛天 你贏完 抽外檔 更外檔 購買位置合理 但封忙勁路不是 封忙勁路 但封忙勁路上次第二 就放頭 今次他變成一隻大冷門 我覺得這場太多快馬 其實他應該不能放 如果他放到 因為17秒2真的很慢 擺明知道你賺了萬步速 明知還去買 即是猜測今場都是萬步速 不過這樣很難 因為這場有快馬 有馬有運 在你左邊而已 不代表不會走去銷你 所以不要計算尺度猴狂 所以你問我 照計快步速 獨角獸一定贏 看看方仔是否真的會抵出 一隻鋒忙勁路 我覺得他抵出不了 因為能力問題 他應該是拿這隻 幫自己獨角獸做 補足機會更大 所以大家就留意多一點 臨場的運數據 麻防動態等等 波仔原來是重心 不信心按了 罪過罪過 接著到第六場 我們看到很多飛 即是甚麼 熱門就沒有太大信心 沒有了六角手 但零零四四一匹 勇創派對 4萬3千元 買了WIN 其他就拿勇創派對 連贏為止Q 單Q 拖了方仔 說鬼上身 竟然走去報風中勁蟲 都不報長華孝寬 不是吧 長華孝寬那場擺明勁 擺這裡 如果你當天是大搏殺 你會不會不擺排面馬 一定會贏的 我覺得擺長華孝寬 竟然不擺 厲害 有料 所以 風中勁蟲這隻馬 我覺得 值得是鬼上身馬 你可以留意一下 當天做鬼上身節目 大家記得要記錄這隻綠色 而勇創派對 屬於一些很漂亮的 很容易跑的馬 唯一危險只是找不到位 當然何澤堯不會的 有時跑馬雖然有意外 你也會盡量找 所以這隻馬 被人單Q 看看何澤堯家方家柏 呂健威方家柏 可不可以一Q 其實整天這條飛 是3T聯局 我建議大家都是穿運好一點 如果頭柱上 或者WIN MARBEL 你買了幾隻都沒有吃虧 或者盡量買位置Q 不要買Q 因為真的難 講到這裏之後 我們先去廣告 回來再講 騎士要請賽 第三關 和最後的三寶場次 大學生贏完 看票吧 這隻臨場有狡猾飛 很強的 打下來就試試 因為我覺得這隻馬 其實是賺了一些形勢的 標之量子都是 外難場地因素這麼好 在外面兜上來衝 雖然贏得很輕鬆 但你不要忘記它有一個超快步速 有超快步速 追上來很正常的 我這隻能雲能無 包尾不行 你追上來這麼快步速 當然可以 潘頓放這麼快 不過同場其他馬都各有隱憂 例如我講健康之星 電子傳奇 旗刺鬥士等等 這些是缺貨的 都不知道可不可以的 你當然看到 荒仔連場博殺 不如試試這些 是可以的 271 這些綠環彩選擇的馬 都可以考慮 但你說很大把握 我就沒有太多 反而第八場 電玩精英偏強 看麥道朗騎不騎到 這隻馬不耐閃 那麼多 偉達教了兩貨之後 不過你說 不耐閃那麼多 就是多少 我怎知道 我也沒有騎過 偉達騎過 麥道朗也沒有騎過 今晚騎 這馬會有進步 你知道會比上次好 上次的對手 比起方堂武士這一場 電玩精英偏比較弱 而出漢子很有身德 喜智堡這些全都會贏 他自己是處理馬 跑第四其實很厲害 這次的對手 泰爾韻是屬於分班賽 條件特別賽新馬 贏馬 也有太陽拍檔 兩邊都是去年貴尾 比較水準低的賽事 賺到報酬 幾樣加起來 變成電玩精英 那個WIN 在強組第四上升上來 你可以試一下 我只能告訴他 他沒有贏過 你不要買那麼多WIN 即是他不是很值 如果要十倍八倍 可以試 但你說 只有四倍 那些馬不怕回飛 因為他就算文數據不支持 你知道過關過到後面 文數據也沒有那麼準 你可以照買 即是他回到六七倍 我都認為是合理的 反而底 如果他下飛去到三倍 我覺得你不如試試MAPO 甚至試試同場其他對手 什麼閃電 很有心得 太陽拍檔 太遠雲 會更好 他下飛就自然會回 你要衡量一下這件事 因為他不是真的那麼容易贏 不容易贏還不容易贏 他都有機會搏 搏也容易走進來 因為他來自強組 所以你用來做膽買連銀位置Q 或者穿勻他 放回電玩精英 反而可以 但WIN 你要留意賠率上 到底是值還是不值 好了 去到最後那場 第九場的二班千八 我只是一隻 覺得很強的起源勇敢 要跑大賽 你說我聽不搏 最多搏不到 桃花雲是否他對手 我覺得 看潘頓 其實原則上 他認真騎一隻桃花雲 都不是那麼差 因為我有幾次 例如蔡明少 騎得比較柔軟 但潘頓硬砌 都贏不到 粵進寬恩美麗宇宙 所以同場你都對過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在這裏 不過路程現在由菊草 田草轉了做菊草 人家勝過你兩次 不如你買這隻好過吧 駁進步 呂健威今番手馬也不錯 其實桃花雲的4倍多 相對地下風很多 大家都是熱門 雖然現在沒有了 喜田勇敢的薄 和他本身的能力 和進步空間 新馬特別獎金等等因素加起來 都是上算的 即是上算的 你拿來做Q膽 或者位置Q膽 我會說相當好 即是就算他跑錯輸了 你不要太介意 但是這些馬 在平時我們頭珠上 它這些三倍 是屬於容易走入三甲的 你要懂得分 這件事大家要記住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 《介入飛行財經》 記住右邊 除了我四星龍珠還未訂閱 如果大家新看 開啟鐘仔可以訂閱 另外就是看到我的IG IG一會兒開跑前半小時 即是今日六點半開跑 大家知道 早了 你六點鐘按我頭像 就有即日提供 是IG story 而不是按我Youtube頭像 大家這個記得 希望國際騎士超精賽 沒有那麼局勢混亂 而國際關係 國際騎士超精賽 當然有國際關係 就是你不要買那麼多 因為很多騎士 他不是亂來 他根本就不熟路 亦都不知法力位在哪 所以就算他有騎士的天生觸覺 沒有來過香港騎太多 那些什麼武真鵬 金美琪 他相對上會下風一點 所以就算有實力馬 他不一定能發揮得到 這件事 就是陪路一樣 都是那些馬 所以你賣就賣小一點 他不是不會開都會開 有實力的騎對都會贏 但是有步速上 騎攻上 但在某位上 快速谷太過大偏差 所以為何永遠都是A欄 這個就大家知道了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這個隔夜飛展賽經 在今晚看看能否做得及 這個PONT UP 好像很久沒有做 賽後那些 讓大家跟進一下電話 都是好的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晚一點再見 以上馬筆推介 為賽馬 評賣人採持盧 可以急升或急跌 投注者可能蒙獸 投注全部損失 個案表現永不反映 裝來表現 投注消化風險 應該評渡馬筆所識的風險 同西兼製賽馬APP的大手升跌 祝大家今晚繼續好運 這是甚麼特別想法 請你強烈動性 還是女人 要給我鬥 選一位